2月5号 电影《祖宗十九代》赛京举办 《恭候大笑之》春节没烦恼主题发布会 导演郭德纲协主演岳云鹏 欧帝 张力等六项 电影《祖宗十九代》讲述了岳云鹏饰演的贝小贝 因外貌不符合主流审美意外分开家谱 并通过家谱穿越至祖宗那代来调整自己的基因 让自己变美 那不知道张力这次挑战的是什么角色呢 我在戏里面是一个常常穿紫色的衣服 然后风还不错 然后勇敢追爱的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在戏里是小月其中一代中的疑似女朋友 随后 岳云鹏大谈自己与林志玲的感情戏 张力为了安慰岳云鹏 现场送起好人卡补刀 大赞岳云鹏 戏里戏外都是好人 对 其实今天有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小岳云 送你板 什么板 主要是送一张巨型的大卡 一个好人卡 好人卡 你看一头雾水 为什么送好人卡 因为其实在拍戏的过程当中就是最后我杀青的那个镜头啊 是小岳在帮我搭戏 然后她得 跪得点高 对 然后就特别让我感动 因为是拍我的感情戏 然后就是拍我不带到她的时候 她也跪在那儿给我全程搭了一条感情戏 然后起来就是拍完的时候 然后就说 岳云鹏老师谢谢你 她说 别这么说 我应该那样的 真让我特别感动 电影《祖宗十九代》将于2018年大年初一 全国供应不容错过 想不明 再来 杜云鹏老师